相信任何从事线上生意或者做社交媒体营销的人应该都对Kanwa这款工具并不陌生 我自己使用Kanwa也有超过三年的时间了 在上一期视频里我有介绍到如何利用Kanwa和ChatGPT批量制作TikTok和YouTubeShots的短视频内容 不过我还是觉得没有完全介绍出Kanwa功能的强大之处 特别最近Kanwa也同步上线了自己的AI功能 利用Kanwa不仅仅可以实现文声文文声图 一键生成PPT制作AI数字人 还可以编辑图片制作视频搭建网站 甚至还可以将设计好的图片打印在衣服杯子上做POD服务等等 在实用程度上我认为甚至远远超过了最近火爆全网的Me Journey和Stability Fusion 如果你也是Kanwa的爱好者 但是还没有完全摸透Kanwa所有的功能 又或者还不知道KanwaAI是什么 不清楚怎么真正利用好Kanwa来经营我们的线上生意 或者进行社交媒体营销推广 那么今天这期内容我会和你分享Kanwa完整的使用攻略 进阶隐藏技巧 以及我自己是如何实际运用的 Kanwa之后可能会突破你原有对Kanwa的认知 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 哈喽大家好我是Eason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有关TikTok电商 社交媒体营销 以及帮助普通人打造线上生意的实操干货内容 如果你对这方面内容感兴趣 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你想要的精彩内容了 为了方便有些小伙伴可能还不知道Kanwa是什么 我们直接把这个问题交给XGPT来回答 它的答案是Kanwa是一款在线设计工具 它的用途非常广泛 包括这个社交媒体图片的设计 包括简报设计 海报和传单的设计 只要是与世界设计相关的东西 Kanwa其实都是可以完成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重点体验一下 Kanwa最近上线的AI功能 那第一个Kanwa上线的AI功能 就是Magic Design 它的目标是让我们通过一句提示词 和一个图片素材 就可以轻松创造出任何我们想要的图片设计 那假设说我们想要去制作一个Instagram的post 主要内容是我们在西班牙的旅游 那我们就可以在搜索栏里面输入这样一句提示词 点击回车 那这里的话就会显示出来 有一个Try Magic Design的这样一个入口 那我们就可以在右边点击Insert Media 那这里为了演示 我就随便拿了一张图片放进来 那大家可以看到 Kanwa已经为我们生成了一些图片的设计 当然了如果我们对目前生成的这几个样式不太满意 我们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选择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修改风格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极假日风格的 还是现代一点的 比如说我们想要选择怀旧一点的风格 然后这种整个色调颜色的选择 它就会又重新生成一组新的图案设计 我觉得这款的图案设计就蛮不错的 那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还不错的设计 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面的自定义 就可以基于原有的设计去进行任意的修改 这里面Kanwa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些素材 那整体的使用操作来说都是非常简单 而且容易上手的 第二个Kanwa上线的AI功能就是MagicWrite 也就是类似XGPT文声文的功能 但是它和XGPT最大的区别就是 这个功能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创作内容 我们可以基于KanwaMagicWrite 生成的文字内容进行编辑配图等等 配合Kanwa丰富的模板资源和素材资源 最终写出一篇非常不错的布罗格文章 产品落地描述等等 具体的操作来说我们需要先到Kanwa的官网 然后点击这里面的Docs 进入到KanwaDocs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 左边有一个加号 我们点击加号之后就会出现MagicWrite 不能入口 点击这里面的MagicWrite 输入我们任何想要写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Kanwa写一篇 西班牙旅游的相关文章 不到一两秒的时间 已经生成了对应的一篇文章 那如果我们将KanwaDocs上面的一部分内容 圈选出来 同样点击左边的加号会发现 这里面会有其他的一些选项 比如说我们可以让Kanwa总结一下文章段落 我们也可以让它继续地去扩写 还可以让它重写 或者是去修改 有了一篇不错的文章之后 我们就需要做的就是将这样的一篇 Blog文章 我们去上面去配一些图片 比如说我们想要配一些西班牙的风景 就可以将这个图片直接拖拽进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地写出来一篇 有配图的Blog文章 那第三个KanwaAI的功能就是 Text to Image和Magic Edit 这两个是类似Midjourney的文生图功能 但是相比Midjourney来说 它的使用会更加直观 而且可以很方便地编辑图片 甚至还支持图片中任一部分的消除和重构 使用KanwaAI的Text to Image功能 我们就需要先来到图片编辑的页面 点击左边的Apps 搜索Text to Image 点击这里面的Text to Image 输入对应的一个提示词 比如说我们想要生成一张图片 里面是有超人在街上骑车 输入对应的一个提示词 我们点击回车 可以看到它能够很好的生成出来了 四张超人在骑车的图片 这个和Midjourney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它一次性会生成四张图片 但和Midjourney不太一样 就它还同时提供了风格的点择 比如说我们想要RetroAnimate的这种风格 那很快Kanwa就生成出来了四张漫画风格的超人骑车的图片 那除了文生图的功能以外 Kanwa还支持将图片中任意一个部分去进行消除或者重构 我们点击这里面的Edit Photo 会出现三个不同的工具 分别是一个背景去除工具 还有一个是图片任意部分的消除工具 那第三个工具就是可以将图片中任意一个部分消除 并且重新生成另外一个新的部分 那假设说我们想要将这只船换成比如说岩石 那么就可以使用MagicEdit 用这个刷子圈住这只船的部分 点击Continue 这里面它会让我们去输入提示词 比如说我们想要去生成一块石头 点击生成 那很快Kanwa就生成好了 和原本的图案非常自然的融合在了一起 甚至它还支持了四种不同的图案 供我们去选择 那这样一个图片 别人很难察觉到 其实这里面原本是一只船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Kanwa上两个非常容易被人忽略 但极其实用的进阶隐藏功能 那第一个需要提到的进阶功能就是Kanwa Apps 也就是Kanwa上的官方插件和第三方插件的功能 比如批量修改图片 视频模板中的文案 比如DID提供的AI数字人的功能 又比如说我们导入第三方素材库资源 或者是自己的网盘资源 以及社交媒体账号上面的图片 视频资源 我们拿AI数字人这个APP功能举例 它可以帮助我们为自己的视频添加AI数字人的角色 特别适合那些不想露脸 又希望去经营线上生意的小伙伴 虽然不是Kanwa的原生功能 而是DID在Kanwa上线的一个插件 但是它很好的和Kanwa的其他功能融合在了一起 那这里的话它需要我们先关联好DID的后台账号 我们点击connect 我们直接用谷歌邮箱去注册一个账号 那回到Kanwa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Kanwa的界面上去进行AI数字人的制作 首先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对应的形象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里的这个短发女生 接下来我们需要一段文案脚本给到我们的AI数字人 假设说我们要销售视频中出现的汉堡和可乐 那我们就可以告诉XHPT请生成一段文案 它的主要内容是销售汉堡和可乐 我们打算制作成影片发布到TikTok上面 我们让它翻译成英文 然后我们把文案复制下来 回到Kanwa的后台 我们选择粘贴 粘贴好之后我们点击生成 那现在我们的AI数字人已经生成好了 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那它这里的话会有一个白色的背景 那这个背景和我们原本的视频还是不太融合 我们就可以点击左上角的ID video 点滴这里面的去除背景 背景去除之后我们来实际看一下效果 那这种方式快速生成的AI数字人也是蛮有意思的 那第二个进阶隐藏功能就是Kanwa的网站搭建功能 这个功能也是很少人提到 但是又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特别是当我们想要搭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社交媒体主页链接的个人网站 或者是想要搭建一个分享工具的联盟营销网站 又或者是想要做一个部落格博客文章的网站 都是非常实用的 想要使用Kanwa的建站功能 我们只需要来到官网 点击左上角的Design Spotlight 我们点击这里面的Website 我们点击Create a Canva Website 那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Kanwa建站的界面 我们只需要首先在左边的这里面的海量的建站模板当中选择 适合我们自己建站方向需求的一个模板 假设时候我们想要去搭建一个展示家居产品的一个网站 那就可以点击这个模板 我们点击选择Apply 那在右边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网页的设计 我们可以自由的像修改图片一样 去修改我们的整个网站的首页落地页和各个单独的部分 要跳转到什么样的页面也是我们可以去自定义的 点击这里面的Link 我们就可以选择任意一个页面 只要是我们在Canva中设计生成的网页都是可以去进行选择的 当我们将网站设计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右上角的Publish 点击Continue 那这里我们可以去写一下我们的一个网页相关的介绍 默认的域名是Canva的一个二级域名 那生成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击View Website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生成好了这样的一个网站 整个网站的一个搭建和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直观 而且便于操作的 那这个网站也是一个可以实际进行使用和跳转的网站 比如说我们点击刚刚设定好的Learn Mode按钮 它确实按照我们所设定的跳到了页面的最下方 那再举一个例子 我们经常容易在TikTok或者Instagram的账号主页里面发现 很多账号都会挂有一个自己个人网站的主页链接 那这个主页链接的话就会集合这个创作者所有的社交媒体的账号链接 或者是自己个人网站的链接 这样就可以很方便的让他的粉丝去关注到他其他的社交媒体的账号 那如果我们想要去制作这样一个网站 我们可以直接在Canva的后台去搜索 IoLink Websites 我们只需要选择其中一个比较符合我们喜好的一个网站模板去进行添加 添加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模板上去进行自由的一个设计 相比LinkTree这样的工具服务来说 它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自由的修改我们的背景 我们的文案 我们的按钮 以及按钮的位置和风格等等等等 那这里面我们自己去掌控的自由度还是比较大的 除此之外我们也不需要去支付任何的工具服务的费用 还是非常香的 回到经营线上生意的角度来说 Canva和Canva究竟能够提供哪些实质性的帮助来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在这里根据我自己的使用经验 我总结出了五种最主要的应用场景 第一种应用场景就是内容生产和创作的部分 我们无论是经营电商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线上生意 获取流量都是至关重要的部分 而获取流量我们就会涉及到内容的创作和生产 无论是制作Instagram的贴文 小红柱贴文 还是去制作TikTok Instagram的影片 又或者去生产Cora知乎公众号部落格的文章 我们都可以用到Canva的图片编辑功能 视频编辑功能 以及批量修改的功能 那第二个应用场景就是logo和产品图片的设计 我们在经营线上生意的时候 就避免不了我们要去销售产品 那销售产品就一定会涉及到logo和产品图片的编辑 Canva提供了非常丰富的logo设计模板 以及产品图片编辑的功能 包括产品图片的文字翻译 背景和水运的去除 以及其他你能够想到的所有图片编辑功能 那第三个应用场景的话 就是垂直品牌或者是个人品牌的杂造上面 我们往往会涉及到品牌相关的一些物料 比如说我们的logo 比如说我们的飞页 还有就是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的 像一些品牌周边的一些产品 那Canva它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品牌设计模板 那第四种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网站落地页的搭建 在我们刚刚的演示过程中也有提到 我们可以通过Canva去实现类似LinkTree这样的 社交媒体账户主页网址的搭建 也可以去实现一个单页式的网站落地页 还可以去制作一个用于联盟营销的集合落地页 或者是工具分享站 那最后一个很少人提到 但非常实用的应用场景就是邮件营销 我们来到Canva的主页 搜索Email Marketing 就可以找到非常多高质量的邮件营销模板供我们使用 那说了Canva这么多的优点 它的缺点我们也不得不提 其实在刚刚操作演示的过程中 大家应该也发现了 单单就文声文和文声图的领域 Canva和ChaiGPT在文字对话效果上 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 而在图片生成效果上也没有超过Mid Journey 其次Canva有部分功能是需要付费订阅使用 但是比较好的一点是Canva也有支持30天的免费试用 不得不说就实际应用层面来讨论的话 Canva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毕竟这么多年的积累 客户洞察和各种丰富的模板资源上 Canva还是领先不少 在国外的很多平台里 甚至有人依靠出售Canva的设计模板就赚得很满博满 就是因为它确实能够解决不少实际的问题 节省我们大量的时间 所以我真心建议大家一定要学会使用Canva 来经营好我们的线上生意 OK那如果今天内容对你有所帮助 别忘了为这期视频点一个赞 把赞给点烂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 也欢迎在评论区交流 那么下期见 拜拜